掌門人大駕光臨 還帶人辣辣壽司來探班 教大家吃芥末不公鼻的方法 究竟行不行? 起來擦牙, 穿衣打胎, 換褲出門口 竟然不用兩分鐘, 怎麼做呢? 因為有我們做 什麼都搞定了, 生活好愉快 什麼都搞定了 太好了, 今天是我們第一集 厲害, 我們請來的嘉賓是一個猛人舞台 他就是掌門人曾志偉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曾志偉這麼喜歡 因為你說第一集, 加上是一個猛人 不是, 猛人 嚇死我了, 是 姐姐, 我帶你一個禮物 什麼? 賀你第一集 是 這就是我的拿手機 我拿手機, 全都是拿手機 這是你最出名的拿拿手機 所以這是壽司, 味道辣辣 所以這是配角, 即是你自己的 嘉賓姐還在我的袋子 這個廚師, 這個是廚師 芥末 你真的很給臉, 進一集來做我們的嘉賓 不過這個芥末挺難接近的 他上來後說, 那個遊戲我也玩 就是那個吃芥末的, 那個不用了 所以這次你告訴大家 怎樣可以吃芥末, 不會沖泥 是嗎 是的 所以你不是在這裡做甚麼 因為你的節目是專門教別人的 童門左道, 不是嗎 教你如何, 教你如何 省一點, 家裡日常的食物 很麻煩的食物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加上它 好, 試試吃吧… 我替你拋均勻 是 不要這麼多, 這樣還是… 不要這麼多 要不是叫你吃光的 你已經不算多了 是嗎 底面 行了, 你吃吧 你吃吧, 我不吃 我想和爸爸媽媽… 說一聲, 再喝一聲 滴水走… 別再說了, 越說越多了 好 好 給自己去… 好, 馬上做一件事… 深呼吸 呼吸 你不是口氣嗎? 好像沒有了 很厲害 掃掃 對了, 為什麼這樣可以呢 芥末其實是由山葵的根部磨出來 含有刺激成分, 二流清酸鹽 當這些化學物質跟口水接觸之後 就會產生氣化 而這陣氣體 就會經我們的氣管傳入鼻孔 只要我們大力吸一口空氣 就會阻隔這些辛辣刺鼻的物質 刺激到鼻膜 再經過口敷出來 這樣就不會有攻鼻的感覺了 我試一口給你吧 是… 對 你也沒有芥末 還有芥末 對, 芥末 你們一般都是一群聰明人 聰明人, 來 真的很好, 大家可以嘗嘗 多點? 對, 多點 然後呢 我馬上吸氣 好像… 不錯, 連眼神也沒那麼好 對, 真的很棒 不, 讓我嘗嘗 我們也嘗嘗 讓我們嘗嘗 來… 要吸氣的 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 好… 乾淨 嘗嘗嘗 乾淨, 打到我懶惰 震散了 你想要突然功能嗎? 你還好嗎? 真的很認真 全身震散了 對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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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別吐 你試一個不吸氣的 好, 我也想看嗎? 好 我來的不… 快點, 說這麼多話 不, 你是不吸氣的不夠 不吸氣的 真的很好 蔣明人 是嗎? 這個茄子真是… 是嗎? 這是秘訣, 吸收… 口粉出來 吸收 我們在生兒子 對 生兒子真的這樣? 不行, 我不行 不行 這就不吸收了… 這個茄子真是, 一定要熟 真的行, 真的嗎? 真的行 這個真的是日本師傅教我的 因為我們是教師 所以這次是你們第一集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喜歡吃的時候有那個感覺 但萬一你覺得太厲害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兩件事要準備也好 不用馬上覺得很… 因為剪刀疤是流水、被鼻子af 明白了 有獎文人 就是… 物到搞定世了… 對, 你這麼喜歡玩廢物 我們在廢物利用中, 嘉義姐 什麼利用中? 當然知道那些廢物利用中你們 不是, 這些不是垃圾的 我們在廢物利用中 對 看看這個 很多女生都有頸鏈的東西 我用來掛頸鏈 因為平時有很多人卡在一起 但放了一個飲料碗 如果放進去, 就可以掛頸鏈 就不會全部卡在一起了 對 廢物利用 今天蔣文人上來 他告訴我很多關於廢物的東西 我在介紹你們, 別管你 其實這些飲桶, 你們大家說是廢物 其實有很多用途 飲館的來源可以追溯至唐朝 詩人杜甫有首詩奏話 好, 黃羊於不戰, 爐酒多還醉 所謂的爐酒 就是用爐偉檔飲館櫃來喝的酒 第一樣, 不如讓掌門人示範一下 好, 滑 譬如我們喝珍珠奶茶 喝完就不要拋開 是 留在這裡, 待會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你叫吃士多啤梨 吃士多啤梨通常要撕掉 裡面會有點暈倒 對 不用了, 你只要放在這裡 對著底部, 然後向前一對 不是這個, 把底部出來 中間乾淨就不得了 好, 好了 我可以吃它了 裡面, 你乾淨 真棒, 長輩人 又很簡單, 又方便 胸腰也是排第五 對 第四是什麼? 第四就是杯麵 平常吃杯麵, 放了熱水之後 用來蓋蓋蓋蓋子, 經常會彈氣 所以可以用一個飲管 就是拔來拔去的… 拙氣, 拙氣 拙氣 看我看別人說的叫拔來拔去 在邊邊, 拙起來 很長的, 大家看了 真厲害 對… 好, 第三位 第三位 你的意思是什麼? 第三位, 像《勁歌金曲》一樣 很棒 年輕人很喜歡吃薯片 一包包 吃不完 吃不完 兩塊就撕開了 很簡單的方法 首先用這些飲筒 是 這裡有兩支 是 一支, 拔出來, 放在底下 這支呢 捲住它 這支是辣的 不是, 不是辣的 不是辣嗎 剛才你叫我剪開它 我剪開了 套上去? 對, 套上去 大家看 一套, 套進去之後 封住口 這樣就不會流氣了 買了很多 是 平時買的那些券子也貴 是呀… 第二位 就是這些一包包的旅行補充妝 平時我們出旅行 化妝品、護膚品 一支支這麼大支 戴不了那麼多 不用怕, 由它就完成 是, 用電髮夾將一邊加熱 熱力會令膠飲管封口 形成一個小型包裝袋 這樣就可以將一次 份量的護膚品加進去 再用電髮夾封口 這樣就可以輕輕鬆鬆去旅行 這個真的好 對, 用完之後就這樣扔掉 不用浪費, 不用浪費 是 誰說廢物利用 你還敢動它? 回來再劫哥 是呀… 這麼晚了 是呀… 我很早知道 什麼是第一位了 第一位究竟是什麼? 待會回來, 掌門人就會揭曉了 我不是知道怎樣嗎 不是 還會教大家怎樣可以睡晚一點 又不會遲到的方法 打工仔很想要吧 記住不要走開 快點 對, 看起來知道什麼是第一位了 還有一樣的 還有很多這個? 是呀 這個飲館, 平平無奇的飲館 西館? 是 請準備跟我們剪菜 這裡剪一下 不斷剪一下 好 掌聲, 好, 掌聲 好, 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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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別剪了 不是剪了嗎 不是 這個飲館是怎麼用的呢 對, 剪了 浴室洗澡的去水位 很多時候都會被頭髮塞著 弄得去水很慢 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呢 原來用一支飲館就可以攪定 我們用剪刀把一支飲館 斜一下下剪開 不過千萬不要剪斷 然後另一邊同樣也是這樣剪 形成一個一個的倒勾 不是, 一定要有很多勾嘛 我們洗頭, 洗完頭 塞了很多頭髮 去水位 去水位, 對 我們平常用手搗出來的 所以不一定要用手搗出來 用手搗 用手搗 就是用這個… 放在水塞的位置 去水位置,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上來, 全部頭髮 不是嗎? 對, 攪拌在飲館上 就這樣看, 我們不是看到 那些一條條頭髮很難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實地測試 究竟這樣剪完之飲館 是否真的可以清理去水口的頭髮呢 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真的勾了很多頭髮出來 難怪之前去水那麼慢 現在的水去得快很多了 暢通無阻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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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第一位了, 攪拌一下 對 你這個節目真的不太棒了 對, 由你指點一下 真的令聲音不同 對, 所以… 一瓶平平無奇的飲館 其實很實用, 我們不要亂丟掉 所以下次我們在家裡看到 我們覺得可能是廢物的東西 應該不是廢物的 應該可以發現到很多新的東西 是 我現在開始注視你了 因為我要尊重廢物 蔣夫人, 有你在這裡真的很搞笑 我整天很開心, 學了很多東西 這是什麼節目, 這麼好 什麼節目? 叫什麼節目? 什麼節目? 謝謝… 謝謝蔣夫人 我們香港人很勤勁 每天每天都要起床, 上班, 上學 但起床的時候, 總是想睡久一點 又怕遲到, 有什麼方法呢? 走得快一點就行了 即是沒回答 我想問你們 平時你們起床到上班 需要多久的時間? 一般來說, 我就… 半小時左右 我們女生不行 起碼也要一小時, 香香 這個碌子不容易 很漂亮 做人真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在這裡洗兩分鐘就完成了 什麼?兩分鐘? 你不就是起床, 走出門就完成了 你擦一下, 洗臉, 換衣服 你今天是穿了這件睡覺嗎? 我穿西裝外套, 打開胎也是兩分鐘 果然味道很重 小姐, 你真的這麼厲害, 是嗎? 可以了 好, 今天第一集 讓你發揮你的創意 好 好, 限你從起床到上班 兩分鐘就完成了 好 沒問題 好… 起床了 又到上班了 打熱 你還會穿襪子 你還會穿襪子嗎? 是… 你幹什麼? 在這裡穿褲子褲褲褲褲褲褲 真是 這麼皺? 很皺, 很噁心 這麼肉酸的生粉就是你的 噴水? 噴它就可以了嗎? 又吹, 又噴又吹, 水又如何? 很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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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我真的直了 這樣一隻 懶人 扣不到 有辦法 他拿我扣針幹什麼? 有點辦法, 臭小子 平時穿襯衣服, 最頂這顆樓 就最難扣了 Steven竟然巧妙地用扣針 解決了這個難題 首先用扣針穿過樓門 然後勾住那顆樓 之後把那顆樓拉過樓門這邊 這樣就輕易扣到了 還沒記得拉拉鍊 還打胎嗎? 怎麼會這樣打呢? 很厲害, 你懂得打胎嗎? 打了嗎? 打了嗎? 這麼快 教大家做一次 首先用左手拿起領梯 闊的那邊向外, 右的在裡面 之後把闊的那邊繞一圈 然後反手, 再把闊的那邊 順時針繞一圈 用左手拿著, 形成三個圈 最後把右的那邊套在頸上 穿過左手的三個圈 一拉, 這麼快就完成了 好帥… 好帥 首先雙手交叉插入掛起的外套裡面 之後舉起外套, 雙手伸直 最後放下雙手, 純粹穿好外套 你看看, 茎燕姐 我綁鞋帶 一秒綁鞋帶? 好 太快看不清楚了 一秒綁鞋帶, 太快看不清楚了 馬上慢動作教大家做一次 第一步, 打一個交叉結 第二步, 就用雙手尾指夾著鞋帶 之後右手順時針方向翹一圈 左手相反, 逆時針方向翹一圈 最後雙手的拇指和食指對準 一拉, 就只需一秒就綁鞋帶了 好帥… 好帥… 好帥 超帥 你的辦法非常快 不過可不可以教大家 讓大家可以睡覺一點 當然沒問題 不要坐下, 做個華麗轉身等我們 檢查一下 真是很棒 啤啤, 你不如跟師師學一下 不用用手來穿褲 節省很多時間 對, 我已經換成短褲了 看來你真的很想學我自己的身體 對, 鞋子也來吧 首先穿右腳進去 然後再穿左腳進去 然後這一下厲害了 英雄式穿地 預備, 一二三, 右腳進去 不, 再左腳進去 再右腳進去 再左腳進去 然後學街, 跳過十字步 起呀… 這樣就做好整條褲了 謝謝 是不是教得很好? 真的快很多, 又方便 是呀 小小, 你真是很聰明 很聰明 剛才看到你刷牙很快 對, 還可以的 不過有一點 我肯定你不會刷得很乾淨 為什麼?我很努力 因為我寧願看到 你的牙刷的毛全部彎 原來你彎的 牙刷 牙刷的毛是彎的 不過這樣, 我教你一個 令牙刷毛由彎變直的方法 彎也變直? 好嗎? 是不是用這個負離紙? 你以為頭髮呢? 你笑我學家的 對 牙刷毛由彎變直 只要二十秒就行了 二十秒? 可能嗎? 我知道 究竟怎麼用二十秒 就可以令牙刷的毛回復痠狀呢? 難道就這樣把毛用手咬直它 二十秒? 難道就這樣推它二十秒? 一定是用風筒吹它二十秒 錯…錯了 真正的答案 就是要把它放入一杯 熱水, 然後放二十秒? 因為牙刷的刷毛 大多數都是用彌籠做的 既可以耐高溫, 同時可掃性高 一遇到熱水就會自然變回怨狀了 大家明白了嗎? 明白 來, 啤啤, 拿點熱水來 是 好, 夠了 大家看到這道牙刷是彎的 是 我們放進熱水裡 是 然後攪拌它二十秒而已 很快的速度 算了 攪拌它二十秒 差不多了, 對吧 差不多了 再說兩句就差不多了 還差不多了 好, 再看看 好, 拋得變回怨狀 真的嗎? 拋得很難吃 很難吃… 之前還拋了很多拋擊, 阿慘 我快笨了, 我幫你… 連拋也拋掉了 你要記住, 下次你想拋東西的時候 之前一定要問嘉賢媽媽 對, 那就聰明了 好, 班下次好、每天不死 停住, 阿慘 Might來吧 回家 消產 累嗎… 冷藏 ブス 可ления 剪 need musimy 聽不懂 蠻 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